新闻来源 环球网 综合多家美媒消息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地区举行竞选集会时 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护送离开 综合俄新社 塔斯社等多家俄媒报道 对于上述枪击事件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14日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发帖称 两个月前 我就关注到在美国国内 实际上有人在煽动对政治对手的仇恨 我当时还举例说了 美国存在暗杀总统和总统选举竞选人的传统 俄新社报道称 扎哈罗瓦在帖子中转发了自己 今年5月在Telegram上发的一则帖子 他当时在帖子中批评一些西方人 就俄罗斯选举合法性等话题进行滑稽讨论 他当时称 令人费解的是 美国有人公开谈论杀死美国总统选举竞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的必要性 而那些所谓捍卫民主 合法性与人权的西方人 却不关注这一点 扎哈罗瓦当时还在帖子中列出 历史上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以及里根遇刺等事件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7月13日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 发表演讲时 现场响起枪声 美国特勤局当天称 一名枪手向特朗普集会 演讲抬开数枪 该枪手被击毙 集会观众中 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事件正在调查中 美国执法官员表示 此次枪击事件 已作为刺杀案调查处理 综合多家媒媒消息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当地时间13日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地区 举行竞选集会时 现场发生枪击事件 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护送离开 综合塔斯社 消息报等多家俄媒14日报道 对于上述枪击事件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称 俄方谴责任何形势的 政治暴力行为 据塔斯社报道 佩斯科夫还称 俄方向事件中的遇难者 表示哀悼 同时住院受伤人员早日康复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7月13日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 举行的竞选集会上 发表演讲时 现场响起枪声 美国特勤局当天称 一名枪手向特朗普集会 演讲抬开竖枪 该枪手被击毙 集会观众中 一人死亡 两人重伤 事件正在调查中 美国执法官员表示 此次枪击事件 已作为刺杀案调查处理 二人死亡 二人死亡 有点